想讓他想騙的不敢騙 已經騙的會被抓 騙到手的沒得花 新政府上任一週 百端待舉 打炸為何成了 隔魁卓龍泰口中的首要目標 根據警政機關統計 台灣去年一整年的詐騙案件 高達3.7萬件 發生數的前三名 又以假投資的1.17萬 數量最多比例最高 而其中又以50歲以上的人口 損失最為慘重 為了老年防病防窮 如今又要防騙 也讓現在的青壯年 深陷三房世代 詐騙話術多不勝數 也防不勝防 犯罪防治學者認為 法規雖有不及之處 問題仍然在於人性弱點 因為投資詐騙 我想大概都知道 我們也希望能夠 就是在有限的 這樣一個資產當中 能夠多獲利一點 也許是為了家庭 為了小孩 是為了自己 能夠過更好的生活 2023年做的一個 亞洲詐騙調查報告 做到一個事情 就是說這些民眾 他會覺得受騙的原因 其實是不是 他會覺得 有一個很重要的點 是在於說 他不確定 是不是詐騙 可是選擇冒險 我覺得如果你聽到 保證獲利這四個字的話 你二話不說 掉頭就走 不要理他 因為世界上 沒有保證獲利 這樣的商品 除了定存 當不孝分子 近期甚至盯上了 不甘受騙的民眾 打算二度下手 讓利率經非洗比的定存 找回第二春 原因如同政府 近年力推的安養信托 透過機制鎖住資產 同時替退休金提前布局 單以勞保局統計 勞工平均勤領年金的數額 已經低於現行 台北市的最低生活費 一萬九千多元 在通膨等總體經濟 局勢快速變化之下 民眾過去認知的 退休三支柱 政府年金 企業退休金 和個人理財 儲蓄三者的比例 正面臨調整 學者進一步逆風舉例 假設一位現年三十歲 月薪三萬的勞動人口 願意採取自提6% 以勞退基金投資報酬率 5%計算 65歲退休時 每個月將比從不自提的人 多領近一萬元 相關的概念 近期在民間協會 發起的退休講座傳遞之下 開始被接受 而勞退自選 觀念要興起 還是得仰賴政府機制 新加坡他們透過民營市場商品 可以挑到比較好的 這種金融市場商品 能夠來幫助大家 不要就是自己選錯 或者是說可能也沒有 稅付優惠 然後也不願意提拨 這個部分就是希望政府 能夠特別是已經 520之後 我們新上任政府 能夠在勞保財務永續 或者是退休基金的整個 儲備基金 或者是準備金 甚至報酬率的提升上 能夠有一個比較好的改革 盡可能超前部署 其因民眾的估算開支 大多只考量了健康餘命 衛福部的資料更顯示 國人失能握病在床的期間 仍在7到8年的高水位 長照金流又是一筆支出 但是對於小資族來說 規劃後半生 和眼下的三餐溫飽相比 實在太遙遠 大家去做這個類似投資型保單 這樣的投資 不是說它不好 而是說你如果要買投資型保單 應該是在你其他的醫療的保險上面 有了完善的規劃之後 行有餘力 你有多餘的錢再去做規劃 最晚是不要超過40歲以後 我們是覺得是說 你看退休之後可能還25年 你一定要再退休前25年 或更長 你才會有比較低的儲蓄的 這個成本的問題 劳碌工作大半輩子 為的都是以後 可以只做自己想做的事 在政府完善相關政策之前 深斗小民可以做的 就是提前認識退休 同時保持憂患意識 體育宇宴新聞 蔡明遜莉亞南耶育 台北島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